我们先来看到关于总预算案件的放手 以及朝野另辟战场在哪边呢 先看到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件 在11月1号将排入院会议程 那么接下来有几项试点 要大家注意一下了 先看到第一个是民众党就说到了 提案指控卓榮泰没有依法编列预算等四大缺失 因决议谴责进服二毒 民进党也提到了 提案将21案国安修官相关的法 列入了议程遭挡下 许巧新说到提案的修正民防法 是要删除有关民防团学生 你要去支援军事任务或者是勤务 这一项规定就是不要让高中生上战场 现在退回了程序委员会 那么现在国民党也抛出了没有意义 顺利的退回了程序委员会 往旁边一看对于这部分来讲 立委沈博安都说了 这个是要弱化全民的国防部分 立法院民进党团的干事长吴四耀说 他会挡下曲晓卿提案修民防法 而台北市议员侯汉廷他有另外的一个见解 他是这么认为 建议国民党团先别修法 当绿营下令执行时呢 全台必定会陷入恐慌 这样子才有机会让民进党的选举大败 那么现行的民防法中规定什么呢 高中生现在还没18岁的高中生必要的时候呢 必须要组织编队去支援军事情务 法令中还明定了学生情务包括了什么 支援空袭的防护和协助生产军需物资等等的 国防部长顾立成就认为高中生不必支援军员军情 那立委徐晓卿刚刚也提案了 要彻底的修法别让高中生跑到战场上去了 不过表决的时候呢 国民党突然间改变立场 让修法现在是被搁置了 赵明弹照亮澎湖夜空 镇江操演登场 收次执行野间射击 武林机枪M249机枪交织形成火网 两腰洞破炮八腰破炮也火力全开 M60A3战车和CM两腰甲车也登场 这次演习想定是我方发现敌军用无人机 在夜间实施渗透突袭 立即有防空般极构式机枪 对敌军实施对空接战 火网划满夜空相当壮观 离岛前线情势紧绷之际 总统赖清德亲自到金门 主持823炮战追思典礼 不但和古宁头战役老兵和遗族制议 同时发表谈话要记取战志教训 但高中生到底会不会上战场 引发各界恐慌 因为根据民法规定 高中以上学生必须编组支援军事情故 而立委认为应该要修法 删除高中生和父亲等字眼 而国防部长顾立雄也认为 高中生不该支援军事情故 学生适合去协助这些情务吗 学生不会从事这些情务 那他们要做什么呢 他们就是在守护校园的安全 他要如何自救 高中生真的不用支援军事情务吗 先除高中以上学校扶行办法 第八条中清楚写到 这时高中生不但要协助民团 空袭防护 救护工作 还得协助生产军需物资 甚至军景浇灌 而专家说这些情务 会让高中生成了军事攻击目标 他们所在的地方 包括是说军需的身材 武器损坏的保修场所 或者是各个补给的库房 这些地方反而是容易遭受到敌人攻击 还是要在外面活动 而不是再像一般民众在家里 等待救援 这都会徒增很多的风险 学生不太适合在参与 在这些民防团队编组之中 我们来跟内政部协调 学生他的主要的任务 还是以作为自救护救 执政者若真有心要保障高中生 不需支援军事勤务上战场 沦为牺牲品 大修民防法和权动法势在必行 记得张老师傅 好 SNS小组台北新闻报道 上不上战场 这是一件事情 再来还有关于健保跟水电费 这些关于民生物品的东西 都要注意 先看到明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 现在卡关了 其中有一个原因 正是因为再也认为 政府没有依照上会期的主决议 编列健保点值1.0.95元 那立委曾经辉就说 民进党称编列给了健保值 点值0.95元的预算 已经到达了700多亿 根本就是说谎 赖清德总统选前的1.1元证件 选后都不想理了 果然就是最懂的一届 知道一届长期以来 就是会忍气吞声 再来看到水电费的部分 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件 编列水电费高达了98.44亿元 比今年暴增了18.1亿元 深度的节能方案 要从学校跟医院挤出电力 可是立委李燕秀就说 行政部门站着说话都不腰疼了 一边你狂吹冷气 一边要大家节能减碳 坐实了明年度的总预算案件的浮边烂报 在野党一定要严格的审慎预算 协助民进党政府达成节能用电的目标 总统赖清德 他在昨天主持时就提到了 国家气候的变迁对策的委员会 他强调说最好的能源就是节能 那更愿意和包括中国大陆等世界各国来加强合作 各行各业推动的是深度节能 但是遭到了各界的质疑 节能你到底能挤出多少的电 后来绿营的立委赖瑞荣就跳出来缓家说 净零碳排跟节能都要进行了 其实是并不冲突的 行政部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一边是狂吹冷气 一边又高喊节能减碳 明年核能机组全数的处理之后 超过九成是需要依靠火力发电 未来会成为我们的新常态 深度的节能行动方案要靠医院 学校挤出一点点的电力 但是同时又推出斑斑油冷气 现在斑斑油鲜奶又要建构冷链系统 请问电从哪里来 更可怕的是医疗院所 精密仪器都是高耗能的设备 而且医院的公调也必须控制在一定的温度以下 才能避免病霉的资深跟院内的感染 硬币要学校医院节能 未来恐怕衍生更大的工位问题 我想静零碳排跟节能都是必须要来进行的 那节能本来就是政府跟大家要共同来努力的 如果我们能够透过节能的话 也能够适度的去让整个能源更有效的一个运用 我想这是一个本来政府长期在做的一个政策方向 那当然赖总统上任之后也持续在强化这个方向 我想完全不冲突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E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没看过来 好 因为这是我们故意系的